空智借口库文大师抱恙不能出面 由他来主持武林大会 张无忌断定此中必有引擎 各大门派逼空智交出谢逊 交代屠龙刀下落 张无忌想站出来澄清事实 却被范瑶劝住了 空智反复声明 抓住谢逊的时候没有见到屠龙刀 有人当场提出异议 却被暗器当场杀死 被激怒的各大派逼空智交出谢逊和屠龙刀 周智若率领峨眉弟子姗姗来迟 提议比武来决定谢逊归属 并派出宋清书迎战各大门派 宋清书打得各大门派哇哇吐血 宋远桥拔剑而上却被周智若拦住 周智若招招之命 宋远桥渐渐体力不支 宋清书奋不顾身挡在父亲面前 被周智若打成重伤昏迷不醒 张无忌主动来为宋清书疗伤 发现他体内有一股阴邪之气 怀疑周智若已经参透屠龙刀的奥秘 所以二人武功大进 张无忌安顿宋清书睡下 必问周智若是不是灵舍导雪岸的真凶 是我干的 全都是我干的 第二天武林大会继续举行 张无忌当众揭穿少林 以屠龙刀和谢迅为诱饵 调弃武林各大门派互相斗争 各大门派因此识破少林的阴谋 纷纷放弃屠龙刀 力挺张无忌 这时周智若带额迷派弟子赶到 公开向张无忌挑战 张无忌左躲右闪 周智若上下翻飞 张无忌苦劝周智若收手 周智若使出九鹰白骨爪把张无忌打伤 张无忌只好主动认输 公志宣布周智若取得胜利 答应明天就带他闯阵接手谢迅 当夜张无忌给松青叔复诊 并恳求周智若放过谢迅 奈何周智若要借谢迅扬名武林 不顾张无忌的苦苦求情 很心把他撵走了 第二天一早 公志带周智若前去挑战三大神僧的金刚抚摸阵 各大门派都前去观战 周智若主动邀请张无忌帮忙破阵 张无忌满口答应 周智若飞身跳出来迎战三大神僧 另一边 赵敏 范瑶和周滇打晕少林弟子 闯进方畅的住所 救出被袁真囚禁在密室的空闻大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